朋友们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这次课程我们正式进入使用PUI Qt开发Windows GUI程序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进入这个第一个空间的学习 那么在学习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目标 我们今天首先要掌握这个Eric开发PUI Qt的这个流程 然后我们要熟悉一下这个Qt Designer的使用 然后我们要掌握这个从UI文件转化为PUI文件的这个方法 我们还要熟悉一下常用的这个界面布局 因为这些课可能实际操作比较多,耗时比较长 那么这一刻我们就只讲一个空间叫Label空间的这个使用方法 好,我们先进入第一项 Eric这个开发流程呢,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的 就包括一下几项 首先我们开发一个工程的话,首先是要新建这个工程 然后呢,因为我们开发的是这个GUI的这个工程 所以我们要新建一个UI文件 这个UI文件的后制名就是.UI 新建这个UI文件之后呢,因为它默认的是空白的这个创体 所以我们要编辑这个UI文件 给它加入我们想让它显示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要将这个UI文件编译为这个PY文件之后 我们才能去运行 因为这个UI文件它只是一个布局文件 它不能通过Python接着器去执行 那么在这个编译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会遇到我们这个课程中的第一个BUG 开发人员呢,就要做好终生与BUG所斗中的准备哈 当我们这个占上这个BUG之后呢,我们最后要尝试运行一下这个Python文件 好,这个废话少说,我们先进入这个操作环节 首先我们要启动这个Eric 所以我们先进入这个Anacana的这个安装目录下 那么我是把它装在地盘,地域Anacana下 进来之后呢,找到这个Eric4这个WindowsP处理文件 然后双击,应该有个小黑窗口一闪而过 然后是这个Eric的这个启动过程 好,启动完了之后呢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Eric4的这个IDE的这个布局 它左边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这个工程栏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新建工程,所以这边是空白 中间这个区域呢,是代码浏览区 因为我们也没有打开代码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空白,并且有一个默认的这个小码手的图标 下方这个区域呢,是交互区域 就是我们程序的打印呢,以及输入啊,都在这个区域进行 右侧的这个小窄条呢,是常用了一些工具栏 上方的这些是菜单栏,以及常用了一些快捷键 那么我们新建工程就从上方的这个菜单栏开始 点击这个Project 然后点击New 就有一个窗体弹出来,让你设置这个工程的属性 这个软件我没有做汉化 所以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去做汉化 因为这个开发软件搞成汉语的话 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并且开发人员的第一手资料都是英文资料 所以大家还是熟悉这个英文环境比较好 那么我们先给这个工程取个名字 名字就叫myz 然后这个编程语言默认是python 这我们不用修改 这个ProjectType 也就是这个这个工程类型 是Qt for GUI 这个也是默认不用修改 那么下面这个工程目录这一项 一般我们是要根据个人爱好 或者是这个你常用的工程目录进行修改 那么这里我们点击这里进行修改 在这呢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名字就与我们刚才取的工程名字一样就好 myzpyqt下发现test 好,我们选择这个文件夹作为我们的这个工程目录 然后点击选择文件夹 那么下面这些呢 比如说作者啊,email,还有这个description这个描述啊 大家喜欢填就填两句 这里我就不再去自己的填写这些东西了 点击OK 那么有一个窗口弹出 这个窗口弹出 询问我们说是否添加已经存在的这个文件到这个工程 好,今天呢我们是从头键里 从排手起下从空排开始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已存在的文件 所以我们点复 好,这样呢我们这个工程就建完了 那建完工程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工程录里面多了一个init文件 那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啊 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个文件的存在意义就是告诉python解释器 这个文件夹下呢都是python脚本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项 就是这个新建UI文件 我们点击这个小蚌蛇旁边的这个小图标 这叫forms图标就是窗体 切换到这个form下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区域还是一片空排 因为我们之前是空白的工程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们在这个空白区域右键 选择第二项newform就是新建窗体 好,又有一个对话框弹出来了 这个问我们说选择一个这个窗体的类型 它默认是这个第二项就是对话框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不选择这个第二项 我们点击这个小三角 下拉选择第三项minwindow就是主窗体 我们从这个主窗体开始学起 点击OK 那么它又弹出了一个界面 让我们存放这个UI文件 那么我们取个名字 还是跟刚才一样 myspureqtest.ui 别忘了把这个后置名加上.ui文件 然后点击保存 那么这个文件就生成了 生成之后呢 它默认会用这个qtdesigner 为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就是qt设计师 好,打开之后呢 我们先熟悉一下这个qt设计师 这个环境 它左边呢 是各种空间很丰富 我们看哈 然后中间呢 就是我们这一些这个 我们设计的这个UI文件 我为什么说一些呢 因为有可能一个工程里面 它这个UI文件不是一个 你可能会设计很多UI 一个主窗体 各种对话框等等等等 然后右边呢 是这个属性栏 下面是这个资源浏览器 上面同样还是这个菜单栏 好,我们先这个qtdesigner 我们先介绍到这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会学一些这些左边空间栏里面的 一些基本的空间 好,我们回到这个Eric 我们看我们新建这个UI文件 那么我们怎么把它变成 我们可执行的这个python的程序呢 因为这个UI文件 大家看出来是不能执行的 我们就在这里右键 然后弹出一个菜单栏里面 选择这个compile form 就是编译窗口 好,弹出来这个编译信息说 编译已经成功 那么有一些同学呢 如果按照我的教程 一步一步来的话 在这里可能会遇到 这个人生的第一个bug 就是这个 呃,右键编译之后呢 那弹出的警告是这个编译失败 弹出这个消息是编译失败 然后下面有一行输入 呃,说这个py,UX4,墨号 后背是一堆乱码 也不知道它这个错误提示是什么 百度半天也搜不到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 这个anaconda2.3.0 在这个windows下呢 也有一些小bug 毕竟这是一个横跨三个平台的软件 你指望它一点毛病都没有 这是不太现实的 那么是因为它这个 lib.set package里面 这个pyqt呢 pyqt4 这个里面呢 pyqt4 我们是用这个脚本 把UI文件转化成这个python脚本 那么它这个默认的安装环境呢 不知道为什么windows系统 找不到这个可执行程序 或者是批处理文件 那么你即使把这个 环境变量修改之后 它也找不到 这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 那么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小毛病 我们就放弃了这个anaconda 和这个pyqt4 这肯定不会的 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pyqt pyqt这个官网下一个 再下一个这个pyqt4的 这个安装程序 就是作为这个python的扩展包 再装一遍 把那个anaconda 下的那个不太好用的 给它覆盖掉 这个是我下载的64位版本的 已经传到网盘上了 那么后面我会下一个 32位版本的 也传上去 方便32位的同学使用 这个程序呢 下载完之后 你直接装完anaconda 之后 直接双击安装它就可以 那么后面通通都选默认 我这个软件 因为我已经装过它 所以它问我是不是 它已经有 检测到已经有一个 这个copy在那个里面 问我是不是要先卸载它 因为我这里 我只是给大家做个测试 所以我就不卸载 不去安装它了 大家装的时候 全部默认就可以 那么装完之后呢 你再回到 Erik这个环境就可以 顺利的完成这个界面的 编译了 好 编译完之后呢 我们肯定要迫不及待的 去运行一下这个界面 这个pn1自动生成的这个程序呢 有40几行 虽然这个空白程序 但是还有40几行 这个文件叫UI文件 就只是用来显示界面的 并没有这个 草函数去处理这些动作 所以大家不用 关注 花太多时间去关注这个文件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自动生成的这个pn1文件 这个文件这个命名方式很有意思啊 它有个前置叫UI 后面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名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 只是一个UI文件 它只能显示 那我们怎么运行这个文件呢 可以从这里start 然后runscript 或者是用快捷键f2 好 又弹出一个窗 哎呀这个软件怎么这么多弹窗 是吧 弹窗问我们是不是要 这个输入一些参数或者命 我们这里也不需要 直接点OK 好 这个很激动啊 我们这个第一个GUI程序 就运行成功了 那么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是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 还是很兴奋 这个毕竟是第一个GUI程序 那么我们把它插掉 又来一个弹窗 哎有完没完 这个弹窗说 这个程序已经结束了 并且这个推出状态是0 也就是说没有异常 我们点击OK 不用管它了 好 我们这个用了十分钟时间 大概的讲了一下 就eric4开发这个PUI Qt程序 这个流程 一般到这儿呢 就已经基本上把UI开发完了 那么后面会处理一些草汉树什么的 这个将我们在后面讲解 我们继续往下进行 看一下这个Qt Designer的这个使用 这个Qt设计师呢 它有几个特点 就是它拖拽布局 并且有多种空间 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可以在属性界面里面修改这个空间的属性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对于初衣人来说 这个拖拽布局是相当方便 然后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常用的这个界外布局 横向纵向和这个网格布局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Qt Designer这个界面下 我们刚才说它这个很方便的拖拽布局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这样我们想 这几个我们是讲的Label 我们就单击这个Label 按住鼠标左键把它拖到这个窗体上来 好 那么现在这个Label已经添加上来了 然后点击保存 这个文件就已经生成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Label放进来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到这里来重新编译一下这个窗体 然后这有个提示问你是不是要reload这个文件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最后做了更改 这个文件是自动生成了 所以我们点击yes 然后快捷键F2 OK运行一下 好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现在这个Label已经成功了 在这个窗体的中间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Qt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窗体的布局 这个拖拽大家已经有所直观的感受了 随便拖 丢在一个地方 它就会在这 我们看一下这个布局 这个布局器呢 就在这个空件栏的第一项 叫layout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项是垂直布局 我把它拉过来 垂直布局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是直观的感受一下 我们往上丢空件 还是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Label 第一个 好在左侧中间 再丢一个 在它下面 再丢一个 好这个事不过三 我们丢了三个空件之后 发现这个垂直布局就是这个意思 它会 在这个区域内 自动把你丢的空件垂直摆放 并且间距它都给你计算好 你看非常均匀 然后我们就丢啊 第四个 再丢一个 即使你放在这里 它也会给你垂直摆放 好 已经放了五个空件了 发现这个间距越来越小 所以它是在这个区域内 根据你放的空间数量 去动态地计算这个空间的间距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省了我们不少时间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放的话 可能放不了这么均匀 并且很费力 好 这是第一种布局 叫垂直布局 我们看一下第二种布局 横向布局 可能有了第一个布局的经验 大家已经 能猜到这个横向布局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它把 你丢的空件 一个一个都水平摆放 并且这个距离呢 间距离也是它计算好的 那么这个横向布局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跟这个纵向布局 刚好是相反的 这是一纵一横嘛 我们也保存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这个第三种布局器 就是这个grade layout 就是这个网格布局 这个网格布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是不解释 就是往里丢空间 看看它到底怎么排布这个空间 一个label 在中间 哎 这个感觉像 这个 跟这个纵横布局的第一次都是差不多的 好 我们再丢一个看看 上下排布了 那么是不是有点像这个 纵向布局呢 我们再丢一个 这次我们把它靠在边放 哎 好 我们终于明白这个网格布局是什么意思 也叫山格布局 就是说它会把这个区域 根据你丢的空间这个数量呢 分成一些格子 我们丢了三个空间 它两个纵 两个横 这样它会把这个布局空间分成四个区域 我们继续往上扔 那如果我再添加呢 对 它就又多了一个格子 所以它会 动态呢 把我们这个布局区域呢 分成一个格子 就像天原地方这样的 这个格子就是方的 一个个小方格子 那么这个布局区呢 就是这个特点 这前三种呢 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那么 那么其实下面这还有一种叫 放木料好的 就是窗体布局 窗体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也是往里面丢空间看一下 那第一个空间的显示效果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这个窗体布局呢 就不太一样 它直接跑到左上角去了 然后我们再往里扔 两个三个 这三个都是垂直排布的 但是同时在这边生成了这个预定的这个规划区域 我们往这里面再扔一个 就会发现新来的label 就填补了这个 它已经预定给我们规划好的区域 那么这个就是窗体布局 好我们了解了这四种布局 那么我们其实常用呢 就是前三种比较常用 并且呢 它可以嵌套使用 比如说 你有这一片区域 你用纵向 这一片区域 你用横向 我们选中这个横向布局器 然后可以把它 因为它只是横向排布 纵向占这么多地方是比较浪费 我们把它拉上去 你可以再拖另外的这个横向布局过来 然后继续再往里面丢空间 所以我们一个程序里面可能 不止这一种布局 而是多种布局器混合使用 才能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效果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 下面的这个学习内容 这个label空间 也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项内容 也是第一个空间 它主要是为了显示信息 也可以发射信号配合槽函数实现特效的功能 这个就将在信号与槽灯的章节去讲 然后它也可以修改样式表 用来显示图片 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扯 这个显示文本的东西 怎么能用来显示图片呢 这个我们正在图片显示的那一节课 具体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刚才已经玩了半天 这个label空间了 那么显示的都是英文 我们来试试它能不能显示中文 好 继续舔不知识的给Math打打小广告 这个 在这个界面能显示中文 不意味着你编译成python脚本就非常成功 所以就一定能成功 所以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 把这个中文带到这个python脚本里面去 好这边显示编译成功 那么我来运行一下看看我们这个中文界面 重新加载 然后f2 回车 好 这边看到我们这个中文也已经成功运行了 成功显示了中文并且没有乱码 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pureqt呢 或者是python呢 它可以使用这个unicode的编码 unicode的编码呢 就是中文英文什么日语乱七八糟阿拉伯语 各种奇怪符号都可以显示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不然的话如果不只是中文的话 我们开发人员可就苦喽 那么我们刚才修改了一下这个label的这个显示内容 那么除了这个鼠标双击 等它变成可变形状态之后 输入文字之后 还没有其他方法呢 还有第二种方法就是选中这个label 然后在它这个属性页里面会有很多属性 什么字体呀颜色呀 然后还包括一个这个text的属性 我们在这里输入文字 敲回车 那么这个label就会像样的改变 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的这个label的这个使用 那么今天的这个课呢实际操作比较多 但是我们并没有敲台的代码 那么后面的课呢 会逐渐的这个结合这个 GUI拖拽和这个编写代码同时进行 因为我们写曹函数的时候 会是需要自己编写函数处理这个GUI的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主体课程呢 就讲了这么多 那么主要是这个开发流程 以及这个第一个空间和布局的这个介绍 那么课讲到这呢 最后给大家留点作业 就是第一个作业就是安装全部的这个开发环境 大家可以找麦子轩的老师要这个开发环境 因为我已经上传到网盘了 那么也可以按照我的这个说明 自己去网上下载这个安装程序 去安装这个环境 如果遇到bug呢 可能及时与我沟通 第二个作业就是 大家装完环境之后呢 希望大家制作一个简单的这个界面 使用这个label 可以显示一些今天的这个小八卦新闻啊 然后呢 可以更改一下这个显示字体啊 并且修改一下这个label的这个颜色 这个我没有在课程中操作 但是我已经告诉大家怎么改了 在属性里面改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作业完成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这么多 后面这个课程呢 会继续讲其他的空间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